欢迎各位 我是车手2022赛季的最后一档 到这一块我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现在杨诚森目标是我 所以我没队友 这一场队友都干起来了 今天有的对手只有一个 其他不是 第一次站起来了 火药位黑化了 我卡着吗 好 漂亮 一会儿他已经好难过 哇 如果不是你队友 你过不了我 我就说我队友很强 我们在GPV就已经说好了 心态的心态爆炸 心态爆炸 脸上笑嘻嘻 心里 杨杨杨 杨了吗您妹 终于我们来到我是车手 2022赛季收官之战 这一站我们因为疫情 又回到上海添麻 这一站杨的选手有 教主 打工人 YYP 溜溜 视角机 福乐 寒露 瑞叔 铁斗 哎 等先让我哭一会儿好吗 所以这战又有我这个三号车手出场带打 同时 大乔也接过主任 替代老铁的两位选手 特别提一句 铁斗其实已经到达上海 但是无奈 当天早上39度了 哎 感谢支持 同时也感谢身体背棒的 Jackie 曼曼 飘哥 郑上官 于扬 卓哥 Niko MB 部长老爷 唐竹 飘飘 高翔 和顺顺 能够力排万难 前来参战 感谢感谢 赛事组方面 同样给郑宫海先生 石皇先生点个大大的赞 感谢的话千言万语 但比赛 马上开始 上一战的天马 可是让我们胆战心惊啊 那么这战收官 选手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放开了干吧同志们 干归干 但规则不能少 这战需要负重前行的是 阿卓100公斤 高翔100公斤 扬身数80公斤 MB60公斤 杨漫漫40公斤 由于上一战排位赛之后 有选手选择换胎 本战的初始轮胎情况如下 随后更换情况是这样的 飘哥 高翔 以及代替教主出战的交易 都选择了将两条最好的轮胎 换至后轮 然后再为前轮换上两条新胎 魅力标 库挡老爷 杨真顺三人都更换了两条前胎 视角机同样选择更换了两条前胎 但遗憾 杨杨杨 本战未能到场 独自征战的MB魔熊 在没有轮胎剩余的情况下 启用四条新胎 并接受十位罚罪 JT RICO 以及代替YVP出场的曾宇卓 均选择更换两条前胎 铁斗同样选择更换两条前胎 遗憾 和瑞叔同并相连 因为杨杨杨 未能到场 所以使用瑞叔赛车的大桥 选择更换右前胎 最后是我们的老伙地于扬 选择更换了两条后胎 截至目前 车手们的总积分是这样的 灌压继军的争夺 随着瑞叔的杨杨杨 最终的悬念揭晓 就落在两位海选选手的肩上 目前排名第一的高翔126分 第二位的杨真顺110分 高翔如果本战两回合比赛拿到40分 那不管杨真顺表现怎样 他都锁定年度冠军 而杨真顺要想逆转多冠 就必须在拿满55分的基础上 还要看高翔的成绩 不要太好 难度着实不小 同时 目前第四名的魔熊 想要超越瑞叔还差36分 如果两回合至少第三名登顶亮台 排位再有4分 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第四到第十的正果就更是激烈了 魔熊70分 飘哥68分 唐古67分 Jacky66分 美利彪61分 分差都在各位数 Riko 阿卓 曼曼 都是容易发生奇迹的选手 总之最终的积分情况 还真是锁不准 车队方面 一车青年队基本上锁定了年度第一 但是如果大家车神队两位赛 两回合都一二带回 获得90分 且一车青年队两人都遭遇意外褪赛 你别说还真是有可能超越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 而第三名的车队竞争 那就非常是激烈了 140分的老铁队 137分的Up Speed 133分的吉异多冠 128分的一车唐美利 积分都相当接近 如果有登灵两台的机会 那么最终的年度第三名 车队还真是不好说 车手们加油吧 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年最后一战 也是最冷的一战 咱们这一战尽量不把比赛搞得稀碎 让咱们的比赛尽量完整一些 一号弯出弯 右侧 地上一个长长的导流线 那一部分是赛道以外的部分 我们排位赛的时候 在那不能孤人出现的 比方说上一战的堂主 太冷了 太冷了这天 今天排位赛跟练习赛 先看一下大概全数是多少 然后再看一下排位赛做什么策略 我们这个策略 关系到明天正赛的顺序 没有战术 现在可能不知道 我们俩车队冠军很多问题 然后理论上他的车手冠冠军 他是车手第一 我现在是第二 所以我们两个就不需要打队 对内一进去 最后一战了 该报仇的报仇 该报冤的报冤 这场肯定都放开了 这战很恐怖的 再不拼一拼也没有机会拼 可能很吓人 我这回得找点经验 我这回练习的时候 我就练一下动态发车的操作方式 我车完全开不了 好滑 我感觉可能 智能定位有点问题 进光很滑 很滑是吧 怎么来的转向有问题吗 是过了它智能定位的 还行吧 感觉看看它压一下 要不要再放一点点 放到2.4 主要是它现在这车的 一个刹车效率很低 我觉得 我感觉80刹不住 你说哪个地方 过了100牌就要刹了 对 90刹差不多 就是100 然后过了两个车程 就过了100差不多就得踩 就要刹了 我觉得刹车效率好低 说挺好 比上站就恢复原样 那比上站好 还是没跑习惯这个车 就给油 就是按照正常的时间点给 然后给了之后就等一秒 要不我们把避震也稍微调一下吧 整个车太推头了 我刚跑了两圈 先试了一下胎压 因为我冷胎的胎压打得特别高 我跑了三圈就跑到2.67了 就不抓地了 然后我下来放了之后我再试了一下 再试了一下胎压合适的情况下就OK了 我车往左打轮的时候 感觉刚刚刚刚刚刚刚这种有点较劲 就好像是那个 我不知道是 是它的这个半轴还是还是还是什么 往左打的时候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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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只要打打大概打一半都有这事 现在是胎压的设定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完善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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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 太高了 所以圈速不快 而且遇到就是 很多路肩是要骑的 但是一骑路肩 这个车就会很跳 所以我打算把它放低 等一下排位1的时候 看一下 开起来会不会更顺一点 就是开着这个车 就各种淋巴 太硬了 等一下再试吧 反正这个圈速 我肯定是不满意的 我今天觉得 它的整个这个车 在这里的状态 就是慢弯心 就是早上车 这回试了一下左脚刹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着重试了一下 七八九 九号弯的攻防 因为上一战 让杨成顺在那超了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九号弯是天马的一个 一个重点的一个超车弯 所以在那我去重点 做了一下防守线和进攻线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五号弯一直过不好 然后去找一下晚刹车点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迷 这五号弯好难啊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大直道 练了一件这个 Rolling Star骑跑 踩着刹车 然后给油 好像是快点 好像是快点 想看台北赛完整版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哦 我拔这四位 拔十位吗 你可必须接受的迷速过来 你这个一百公斤还那么快 刚刚Ryco笑我 我看到0.6位 Ryco这么快的 根本有人生勾光时刻 我这个策略是一开始就算好 这上一场我已经要求了这一场换新台阶 他不开心啊 终于进Q3了 我后面那些人 全部都是如狼似虎的选手 你不是说你还能快一秒吗 我 又赢了 高强搞的 我找过那些之前没有找过的东西 在前面当局把他们俩和一和 高强肯定急于抄你 你肯定把第一回合给你搅得特别好看 恭喜杨真顺 Ryco 高强 堂主 老伙计于扬 获得本战排位赛的积分 老伙计 这回可真是发威了 那么截止到本战排位赛之后 我们的年度前五名暂时是 第一名高强129分 第二名杨真顺 115分 顺势和高强的分差又缩小了2分 目前只差14分了 第三名瑞叔 106分 第四名MB魔熊 70分 但是他居然吃透了我们的比赛规则 又申请换胎了 虽然第一回合由末位发车 但第二回合根据现在的排位成绩 将会从甘位发车 同时还拥有着只使用了一个回合的半心态 哎呀 这是有想法啊老板 同时从第六名几条飘哥进入前五的堂主 和魔熊只差一分 并且他将在第一回合从第四位发车 从堂主对天马的了解来说 只要他第一回合登上两下台 他就有可能干掉第四名的魔熊 同时还能干掉没来参赛的瑞福 登上年度撤收总积分的第三名宝座 最终两回合的发车顺序是这样的 除了魔熊申请了新胎 郑上官和美丽彪也同样在排位赛之后 向赛会提出了申请更换新轮胎 第一回合分别位列倒数第二第三位发车 天啊 他们这都是把宝押在了前面车手的事故上吗 朋友们 你们会这样操作吗 欢迎各位 我是车手2022赛季的最后一战 我们又回到了天马 欢迎各位 这下我们有的人是戴口罩的 有的人没戴口罩的 基本上没戴口罩是已经生过病的 然后戴口罩是还没得病的 然后还有像我这样马上就要得病的 好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本来想说的词是我们最后一战又回到天马了 我们好好的给观众奉献一场专业的好看的比赛 但是看了眼今天这路况 废了 更精彩了 肯定专业 一定非常专业 肯定精彩 更精彩 咋出了华 咱们因为最后一战了 咱们就按照车队积分的倒序来提问了 首先倒数第一的老火司机队杨哥 又是一人 队友杨 不过这一战我觉得还行 进Q3了 非常厉害 证明自己了 是不是之前一直在家一边洋一边练车来的 没有 就是这一战不用担心车损了 主要是 其实是有实力的 但只不过之前一直担心车损 修不起车 这个接下来倒数第二的 我们车队 一车键盘队 这个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主要我有问题 告诉我们昨天你举报 不是 是被举报什么的 就是怎么从第七调到第九 然后你还特别开心的 那是什么情况 是这样 我本来是排位 我本来是第七 但是因为咱们很激烈 从第一到第十 基本上只差了0.8 对吧 大家都很激烈 然后但是我有两圈都被DQ了 所以说我就直接盼到第九了 所以说 一般人名字掉了都是垂头丧气 焦总是喜笑颜开的走出那个眼眸室 你知道吗 好 来 倒数第三 这个本赛季最孤单选手 是 本来我是被溜溜叫来组队的 结果自己成团了 那没办法 我们也确实跟溜溜提了 就是他确实想扛一扛 但确实没有战胜病魔 身子骨太弱 塑料体格不行 体格都长嘴上了是吧 对 就是 好 那这一战怎么着 跟上一战一样 继续在后面佛着呗 反正往前冲冲吧 冲冲看 能冲吗 我最后一圈再冲 我看前面还剩几个人 大家都得伤此刀 都得冲进来 好 接下来倒数第四 呵呵Racing 老板 咱们车队积分 虽然有机格加持 可能表现得不太如意 但是个人积分现在是第四 对吧 然后正好瑞叔没来 这战是不是有点想法 有点想法 是不是排位第十是故意的 是的 就是盯着第三去的 这样我第二回合 咱俩都并排发车 对吧 我就攻一个弯 如果不行之后咱就散 行吧 咱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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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给后面剪皮牙子 好 因为你也参加过其他GT比赛 你觉得咱们车手的比赛怎么样 非常激烈 非常精彩 太好玩了 那既然这样 那是不是明年可以考虑戴姿投点 原来是为了这个 对 在这里等着 再聊会 这问题都是友大 加油 加油 老板 好 接下来我们倒数第五 唐美丽车队 彪彪 这个又回天马了 心里有阴影吗 到这一块我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我们特意本来想的是跟天马商量一下 能不能把你上回撞的那水泥堆 给你命名一下 对 命名成美丽堆 但是人没同意 美丽堆 但是这回排位还是不行了 是车还是现在经过那次事故之后 还是有些问题 对吧 对 有些隐藏问题 然后在练习赛的时候 拳速挺好 感觉跟大家差不太多 然后Q1出几番 速度又不对了 昨晚修 昨晚又弄好了 所以这回我就是说跟唐主说了 三圈以后我出现在你后视镜里 行 看能不能是我往前抄 还是你掉下来 咱们可是队友 你能不能说点激励 没有 这一场队友都干起来了 这一场都不干队友了 我觉得这场队内争夺 不是他们最激烈的 有激烈的 好 接下来唐主 又回天马 我就一句话 再有红旗的时候 别撞人 行吗 自己退赛无所谓 好吧 好 还有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就跑在最前面 你就不怕追尾了 说不定他会追安全车呢 来 接下来正属第五位的 极翼夺冠 极翼夺冠 Jacky 说实话 就是之前留言一样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 目前为止是你全部完赛了 没有 还有高翔 高翔还没说话 你觉得是你的嘴硬 还是你的车硬 是命硬 硬硬硬硬硬硬 关键每站你车都那样了 不是 我都说了不要撞我 大家都在撞我 我就没搞懂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原则 反正你被撞的时候 车永远都是直的 那就不会退 不是 重点 你看他那个车在跑的时候 跟他这个人长的这个样子 就泥丘 就是滑 你这个就是那种感觉 我这种泥丘 我人怎么像泥丘 不是 你坐在那里 一会弯成这样 一会歪成这样子 我就感觉老是想到你车 那样走的时候的感觉 那所以说按照之前的你这个逻辑 每站都往前走一点 那其实这一站可能就要登亮亮台了 没有 本来如果是觉得第十就有机会 那第十一就没有机会 啊 这样 那既然说到这个 来 曼曼 你们这回是不是你们车队 是有点想法的 想拿车队第三对吧 你们俩 这个我们俩现在是都是努力才能进前十 啊 但是今天这个路况对你来说太有优势了 这个 或者太有力了 哎 那也不好说呀 这要在第一场的时候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经过了这个一年的四战磨练以后 我这个也不敢放狠话呀 不敢说大话了是吧 我也要尽快的融入大家 我得来个一类四 是不是 哎 那这样 就是 现在看啊 你是这里面这个雨战经验比较多的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这个在这么滑的路面上 应该大家怎么去跑这个比赛 全游 然后杀死 这个这个关键点就是前面不杀 你也别杀就完了 啊 跟着一起开就可以了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来 干个 必须得这么说 前面那个人管你 你不杀死了 杨硕 杨硕可鸡贼的 那全打保龄球了 行 好的 一会儿就看你全不全游好吗 啊 好 接下来 up speed 正数第四 啊 这个 郑老师 哎呀 这个跟我一样啊 靠三号车手打天下的车队 哈哈 这个 为输没来 其实你们车队也同样有机会能往前走一步 对吧 有什么想法吗 想法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排位也跑得不好 然后 不是你们是故意的 对不对 昨天我特意问了一下 朴哥 你们是故意去抢那个第十 然后失误了 就我们俩为什么想抢第十 是因为我们两个抢不到前面 哦 这样 所以就去抢那个第十 我确实还没有 就是跑习惯 就这个车 然后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只能想办法抢抢第十 那么第二回合试一试吧 看看能不能冲一个回合 怎么样 今天飘哥还能来吗 昨天排位排完了就烧了 我劝他不要来了 但是他有很长的执念 他是想来 那么看他 就是看他自己身体恢复或者怎么样 好吧 那我觉得他要来了 你们应该能妥妥的进到第三了 应该 这才是生残之间的代表 对 因为你们跟老铁队目前只差三分 我们跟他们不就也差几分吗 你跟他们说这种话不跟我们说 你看看我们跟他差多少 我看你们差多少 你们现在是133分 他们呢 他们是137分 对 差四分 哦 对 你们 哎呀 那这么看 如果飘哥不来 你们希望最大 是吧 怪不得你劝飘哥别来 这下就讲通了 但是从昨天晚上 Jacky就在群里说 这谁飘哥你不要来了 身体最重要 原来是在这等着的 那你这么说 我还买通寒露老师 寒露老师是说的最多的那一个 啊 然后你就迎合了一下 寒露老师那是长辈的关系 前辈的关系不一样 跟你不太一样 好 来我们老铁队 哎呀 同样也是三号车手打天下 这个大乔 怎么样 有信心守住这个车队第三吗 昨天瑞叔还来问我 大乔跑得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 跟第一名差一秒之内 但是还是倒数 他就跟我说 只要活着就行了 对 我觉得也是 先活着 先活着 瑞叔怎么样 瑞叔现在 挺好的 挺好的 行 行 好 来接下来 第二名的 大家车神队 151分 这个理论上 你们现在还有争第一的希望 但只是理论了 理论 就是这个怎么样理论呢 就是他们俩青年队这边 谁都不能得分 要全退 他们俩谁都不能得分 然后你们得80分 他们两个全退 我们在得分 我们现在就变成了 这个赛季的巴拉利 夺冠剩下这个理论上的可能 对 80分是你们包办一二是吧 基本上全都没一场 对 对 昨天排位已经得分了 那你们好像没戏了 什么意思 我们排位已经亏了好几分 一三 带回你第二 那84拿了 五三 没戏了 所以说这个结果 真的瑞可 我觉得 如果不是你几次晕厥的表现 你们现在有实力争第一的 你比如说 这个浙赛丢亚军 天马飞了 然后厦门被挑了 这三战你说你要能拿几分 你现在 对 就他们俩都非常的稳定 你知道吧 对 我可能特别的 也不能说别的 反正就一半一半 然后就没了 行 好 我们能保第二就万事大吉 你在之前也觉得自己能拿第二 你们车队 我说实话 我自己多少分 车队多少分 我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我跑就是了 瑞可还是有实力的 如果他选择了一种流量最多的跑法而已 是 这一战你是不是也要玩这个 你可以在前面捣乱 尽情地捣乱 那俩人我觉得需要你的捣乱 这是节目 这不是比赛 是 这就是比赛 节目第一 比赛第二 我自己认为 这就是比赛 这就是比赛 对 就是比赛 所以说这一战非常需要你 尤其是让你在前面祸祸 好吧 这比赛也得好看 野狗 跑起来 好 来 阿卓 这个100公斤赔重 还是有影响的 我就感觉是带着我全家老小一起来 赛道观光 这速度提不起来 对 我们实测过 是慢一秒在填榜 对 我就等着前面寻衅姿势 我就在后面睡觉静好就好了 你看 又是配合 对 又是配合 对 又是配合 寻衅姿势 你就说我是吧 没有 我说其他人 对 你现在心态已经很稳了 我觉得你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我们一车青年队 我是不是可以提前祝贺 你们拿到车队第一了 那我们提前祝贺一下 提前祝贺一下 实至名归 但你没看到一个微妙的信号 是的 他俩都没有坐在一块 这些节目就把你们拆开了 所以说车队积分没有悬念了 但是选手个人积分还是有悬念的 对 像杨诚顺目标是我 所以我没队友 看起来了 而且据我所知 他们赛前已经约定好了 双方都不带队友的 因为没有沟通的必要了 就是友谊的小船 这战基本就翻了 说翻就翻 对 原本瑞书有来的话 杨诚顺目最大的对手还是瑞书 现在对手就变成我了 然后他们两个中间夹了我一个脚石棍 对 所以说你要好好表现 这战精不精彩就看你了 精不精彩跟我夹他们两个 所以顺顺有什么策略吗 因为你现在还是需要追赶一下的 策略 我其实是没有什么策略的 但是 就你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新军榜第一个高选 我觉得就四个选手都会想跟第一名的人去过分操 只有你 其他人没有这个 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 我都没想过 我又没想过 那个顶多算捣乱的 真正那什么的只有你 要以第一名为目标 然后要去进攻一下 只有第二名以第一名为目标 要去争斗一下 你说的对 你加油 因为我的对手只有一个 其他不是 高翔第一次站起来说话 火药卫 火药卫 这个高翔温顺了一个赛季 终于在最后一战开始强势了 黑化了 可以 我们这战期待一下你们俩的队内PK 好 教授问一下他们差多少分 14分 差14分 对 没错 基本上 这个 顺顺 基本上是没戏 只要退一个就行了 谁说的 有戏的好吧 高翔只要退一次就行 对 高翔退一次 因为这个路况 然后我觉得你需要好好跟Riko聊聊 对 退一次就有可能 其实从战术上来说 就如果高翔和我的 他两分钟都完赛了 我基本上是一定办法的 那就只能做好自己 所以你得借刀杀人 我跟你说你就找Riko去 没毛病 这么好一个保险 这么好一个目标 就大家 他一直盯着我看 因为他昨天在Riko挡我 我今天就跟Riko讲 我今天不进攻他 那他去进攻 赶上是什么 此时此刻 我觉得 有一个我边外的队 叫福建队 那你们两个搞个Team Radio吧 不允许 非法组队 那咱俩还是湖南队呢 所以一起往前走 你可以 你吃三家饭 湖南队也有份 福建队也有份 广东队也有份 没想到我们最终的命运 掌握在Riko的手里 行吧 那我们发布会到此结束 辛苦 辛苦 各位 天降大雨就好了 我想雨战 今天的策略就是 第一回合先狗的 第二回合就死命干就对了 现在感觉马上就要阳了 嗓子冒烟咳嗽 然后腰有点酸 虽然还是要全力发挥 但发挥成啥样 都是啥样 人有点飘 但其实比昨天下 我不要 那没错了 直动修理 上一场一直是后面拱着 这一站最后一场往前冲冲看 Rolling Star前 我们狗在后面 然后Rolling Star后 我们再往前刹 现在看稍微有点亏 这个是我发车位有点湿 雨淡 我就缓着刹 越开越沾 我刹车不一下才爆对吧 慢慢刹 这个路上 我应该提前多少刹的 没有提前 是 因为我之前告诉你一把 你下车就变115了 再下车就变110了 所以你不能听我的 然后你说 为什么他们这边能抄我 因为我提前刹了 原本 完了原本这一战 车的动力表现不如人意 还想着这上午 昨晚夜里下了个雨 湿地 对吧 因为湿地的话 其实对于你动力的影响 就会小一些 因为出班了 大家都没法全油门 我想机会来了 对吧 这是翻盘子机会 好 结果比赛推迟到11点开始 这一下地都干了 基本就是干地了 之前想看看雨地 能不能搞点事情 搞不起来了 这样子 你认为这个时候 可以要上去的时候 你给我闪灯 好吧 那我会正常走线 你要干 你看情况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是车手2022赛季 最后一场收官战 没有了瑞叔的天马 杨承顺主宰了排位赛 RICO也是表现不俗 排到了第二 高翔因为配重原因 屈居第三 然后直接看第二梯队 余扬也是小宇宙爆发 居然排到了杨朔的前面 让飘哥和GLEE都望尘莫及 接下来第三梯队 JK在厦门站之后越战越勇 熬带了100公斤配重的阿卓 则是显得有些吃力 来到队伍最后 三个幻胎大师映入眼帘 这三位那都是一等一的人才 好 在介绍完发车顺序之后 我们的比赛也进入了倒计时 红灯新月上半场比赛开始 在已经比过一次的天马赛车场 选手们对于内线更加看重 比赛一开始前五名 就都挤到了这兵家必争之地 进入一号弯在外线的RICO 想给杨承顺一点压力 但杨承顺这弯过的是相当的快 一共弯性RICO就被甩在了身后 出完后差距还在变大 杨承顺在主场的战斗力是真的强 放过三号甲弯 虽然杨承顺在位置上处于绝对的领先 但出于对RICO的尊重才还是选择了防守线 在来看后方撑着高枪防守唐主的时候 于扬已经摸上来了 四号弯是他很好的超车机会 切到出完后的机位于扬速度不够 小只线上只能和唐主并排 而且他们身后的杨兽已经快到进攻距离了 进入五号弯 杨手刹车没刹住撞上了于扬 于扬被撞到死病挡住了身后的王杰克 这一挡一大群车从JK两边抄了过去 本来在第七名的JK现在掉到了第十一 被撞的于扬没受多大影响 身后的JK反而倒了血眉 杨手这招隔山打牛真是太狠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起步时的情况 裤裆老爷的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 刚起步就掉到了最后 而在发射队伍的前方 一号弯的入口处 激烈的竞争引发了严重的堵车 走外侧的于扬差点被逼上轮胎墙 幸亏我杨哥福大命大 不仅安全出弯 还保留了很快的出弯速度 当然是后面的加速就不太行了 前面的高翔跑远 旁边的唐主都抄了过去 而且杨哥处于外线 他这个位置也不好防啊 来到四号弯 玩刹车 他利用唐主关上了后视镜 能再利用高翔打一个挡拆吗 挡住了 但没拆 唐主这个卯夫还帮他把后视镜又打开了 但唐主的出弯速度没有于扬快 那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一位意外来客打破了于扬最后的宁静 好吧 应该是两位 而且都是同一个车队的 前面的管沙 后面的管埋 几亿夺冠队分工非常明确 现在切换到了行凶者的第一视角 四号弯 因为前面几台车都挤在一起 所以弯速很慢 杨朔非常轻松的就拉近了和前车的距离 扶完后 唐主和于扬还有一个拼前 这进一步拖慢了他们的速度 这里唐主很聪明啊 他走到最内侧来保位置 一样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在发生碰撞之后 杨朔的表现很老连 他快速回到了比赛 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比赛里这么做是对的 但在马路上我们不建议 最后是躺枪者杰克 在外侧起步的他 有一个还算不错的进攻位置 虽然加速不是非常快 但至少没有拉垮 一号弯前飘哥怂了 刹车踩得非常早 杰克先过一人 然后切到最内侧 挤开了焦依依 从右边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明显四人出白了 但这时候他和焦依依的位置 比较暧昧 如果出完后 焦依依是先松开一窝门 让杰克过去 然后跟三个弯 那杰克是铁定挨罚 可能有些喜欢白嫖 腿脚还不好的观众 会跳出来给大九哥洗白 但规则就是规则 别说是你大九哥 就算是你亲哥哥都没用 穿过四号弯 精彩的要来了 杰克这时候还在全力冲刺 他想甩开焦依依 但在赛场上 有时候危险不是来自后方 而是在前方 杰克的反应已经很快了 几乎是阿婷 但架不住距离实在是太短 速度根本降不下来 阿卓还上来补了个刀 杰克的车看起来好像没事 但其实已经受了致命伤 他虽然嘴上不说 但车机屏幕上的内容 已经出卖了他 回到比赛 杰克在五号弯撞车之后 八成是要受处罚了 但现在让回位置也来不及 现在他只能是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尽量让自己在发誓之后 也能有个好成绩 进入S1 挡在杨硕前面的是唐主 上一回天马战的时候 唐主是把杨硕的替身 林德伟给防了好几圈 林德伟是被防得苦不堪言 这一场换杨硕自己上了 杨硕他能否突破 唐主这道绿色屏障呢 创出最后一个弯 唐主的出弯速度 居然在杨硕之上 但直线唐主还把杨硕给甩开了 比赛进入第二圈 来到一号弯 杨硕极限弯刹车 而唐主因为被高响挡着 所以提不了速 这是超车的绝好机会 弯里杨硕狂点油门 出完之后 他已经和唐主并排 全油门路段里 两台车齐头并进 这是高响最想看到的画面 他在一号弯死守唐主 大概率就是为了让杨硕上来 然后让杨硕和唐主缠斗 他就能获得更多的逃逸时间 但是这胜负分得似乎有些快呀 四号弯后 杨硕已经超过了唐主 把矛头对上了高响 高响被迫只能走防守线 进入五号弯 已经顶屁股了 混乱的节奏让三台车击刀立斜 就连正上关都加入了战局 周关战和激烈程度果然不一般 这第三名能抢成这样 各路大神挤破了脑袋 只为上个领奖牌 杨硕怎么说也算是个老牌杀手了 在他猛烈的攻势之下 现在排第三的高响 无疑是场上压力最大的 后面跟着杨硕不走防守线是不可能的 但走了防守线 速度又快不起来 只能一直被跟着 S1里杨硕一直顶着高响的车屁股 这一幕是何等的熟悉 上一次天马 林德伟就是这么顶高响的呀 冲出T11后杨硕顶级了 高响显歇斯病 同一个地点同样的两台车 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 只是相比林德伟 杨硕这次手下留情了 冲出T13高强度的攻防 拖慢了高响和杨硕的节奏 本来已经被甩开的堂主 现在又追了上来 他还想在杨硕头上动土 堂主的速度好快 要不是杨硕站着内线 他就真超过去了 杨硕这里也是激情四射 但他的队友Jeky好像不是那么好过 Jeky似乎是遇到了一些 男人难以启齿的困扰 当然他也不需要开口 车机屏幕上的图标 就足以表达他的心声 酷当老爷这里怎么也SOS了 他是怎么冲进草里的 这很奇怪呀 但他的车辆表现很正常 还能自己倒回赛道 这里是T11 他是被人撞进去的吗 究竟是谁人下的毒手 答案我们只能从回放镜头里面寻找 高速冲过8号弯这里 开的没什么问题 9号弯前刹车踩的太轻了 入弯速度过快 推头很严重了 酷当老爷这样的推头开法 也不至于会甩起来 马上就到案发现场 进入T11 酷当老爷的车尾 突然就不受控制了 反打还算及时 但油门没有给够 如果酷当老爷在甩尾的第一时间 踩下全油门 可能车就救回来了 抛开结果不谈 他这个入弯还是挺帅的 倒车回到赛道 调整方向再回到比赛 浪费的时间有些多了 但这才第二圈嘛 待会安全车出来落后 多少都无口味了 然后是Jackie 这也不用我说了吧 观众老爷们都能看出来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这种场面 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 Jackie的悲凉 反而沉默更相得一张 为什么还有魔雄的视角 他这边是有什么 有意思的画面吗 进入十号弯 偶尔在他的后视镜里 哭当老爷上演了横滑几走 然后前面的大桥也开始了 前面和后面的人都在飘移 在这种环境下 魔雄不忘初心 坚持着抓地跑法 脚踏实地超车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创造美好未来 在这浮躁的社会环境中 还能有这样一颗纯朴的心 真是不可多得 进入大直道 一缕清烟浮过他的挡风玻璃 顺着炊烟寻去 是Jackie 一个皮夹 一分大礼 魔雄的排名又上一位 此时此刻 在魔雄心理B站 今年汽车区的百大 已经有人选了 来到全油门路段 飘哥这是松油门了吗 速度能差那么多的 好嘞啊 今年B站科技区的百大 也有人选了 不是我说啊 你们这 也太明目张胆了 最后一场 大家玩得都挺花呀 但这样调皮捣蛋的行为 我们也是一笑而过 继续来看比赛 还是争夺第三名的战场 杨树和高翔的战斗 依旧没有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 高翔的后保险 刚已经开花了 带着这么大的风 组局势对于高翔来说 不容乐观 7号高速弯 果然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 但高翔也是倔强的很 就是死守内线 不留给杨树一点幻想的空间 进入9号弯 高翔密不透风的防守 让杨树无计可施 但这样死守下去 也不是办法 精神消耗太大了 又来到S弯 杨树依旧是零距离紧跟 高翔实在是太难了 这种情况下 根本没办法好好走线 穿过T12梁台车的走线 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杨树钻进内线了 他在T12的出弯 终于找到机会和高翔并排 T13内线的杨树 抢先进弯 终于终于 杨树强到了第三 后面唐主这里也有新情况 看他这个样子 有两种可能 第一他脚抽精彩 不动油门 第二他断油了 这样精彩的瞬间 我们导播肯定不会放过的 更何况 这还是我的好兄弟唐主 怎么说也得回放个十遍八遍吧 S弯里已经过得很慢了 正上弯开始顶屁股 唐主很慌慌的 一脑门子全是汗的 然后这个弯就过急了 方向打得太多 入弯速度又太快 出弯之后才发现 油门哪 油门怎么没反应了 这比赛啊 一断油就要被超车 一被超就是三台 看到唐主这样 我心里别提 有多难过了 你上一圈的圈子 比渔阳快 然后在追击的时候 把注意力放在赛道 不要去看前车 我们再从交易翼的视角 来看一下唐主被超 这种场外贴押的行为 如果换了别人 我肯定骂死交易翼 但他超的是唐主 那我也就不说他了 一赛进行到第四拳 断了油的唐主 名次掉到第八 刚上来的交易翼和于一扬 在唐主的面前展开了激情肉搏 他们从一号弯的入弯 打到了二号弯出弯 两人不留鱼力 拳拳倒肉 忘乎所以 这时郑上官将速挡住了唐主 好漂亮的跨队合作 这比赛的水很深啊 我都不知道郑上官是认错人了 还是在非法组队 占据着内线的交易 线路上更加合理 于阳虽然在出弯后 把线路扩得很大 但还是被交易抢在了前面 键盘车绳队的T步车手 都能有如此实力 他们的首发车手 有多强可想熬指 五号弯于阳一个非常严重的 失误推头 他把郑上官也放过来了 这一部分的排名真是变幻莫测 半圈不到的功夫 名次不知道变了多少次 7号弯于阳打算从内线反攻 但弯速没有正上关快 行了还是接受现实吧 切换到高厢的车内视角 看一下他5号弯前的回放 在这里他和阳朔都出现了 让人看不懂的失误 这种情况呢 大概率是赛道上残留的 不明液体所造成的 这就和技术没多少关系了 能不能活下来 更大程度上是看脸 最后交易亿的超车画面 当然也少不了了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号弯靠着内线优势先干掉于阳 然后开始追正上关 这里三个人的出弯线路都不一样了 最外侧的于阳加速非常快 他先超过了交易亿 然后交易亿也超过了最内侧的正上关 这时于阳虽然领先一个车身 但他没有把路封上 到了4号弯站内侧的交易亿优势很大 一过弯就反超了于阳 现在小镜头给到了新任烧口摊主Jeky 他的车打着双闪烟雾缭绕 这驾驶怎么看都不像是能玩赛的样子 果然Jeky是向了维修区通道 他的车问题有多严重 是否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比赛呢 Jeky 你能看见是谁的车冒压了吗 我 那是我 我退了 我退了 你怎么了 鱼洋转了 鱼洋转了以后 然后我一下就顶上去他那儿 然后把他给顶直了 我退了 本来跑得特别好 然后我记得上的挺前的了 然后刚才鱼洋车就横在那里 然后车头直接就是 然后一撞 然后就就没了 想跟阿卓还斗了一下 然后就不行 希望能阳朔能挺住吧 那这不就是阳朔间接导致Jeky退赛吗 他要是不拿个高位积分回来 还说得过去吗 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阳朔还是挺真气的 安全车都还没出来呢 他就已经抢到前三了 虽然距离第一第二的杨诚舜和Riko 还很远 但因为有安全车这个环节在 所以那都不是事儿 穿过T13比赛即将进入第五圈 正上关在出弯时被交易挡了一下呀 这将对他大指导的尾速有很大影响 果然进入直线以后 鱼洋向前猛冲 他的加速大幅碾压正上关 在穿过起跑线以后 辆车已经齐平了 进入一号弯前面的焦逸一把鱼洋给挡了下来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好多次了 你们的跨队合作玩得那么熟练吗 但是在挡完鱼洋之后 焦逸又把正上关给挡了 而且挡得更凶 正上关出完以后根本没法踩油门 一下子就落后了十多米 现在进入鱼洋和焦逸的单挑时间 来到四号弯焦逸走的防守线没毛病 出完后的速度也保持得很好 没有留给鱼洋一点机会 而鱼洋遇到了新的麻烦 他身后的正上关又上来了 即将来到五号弯 鱼洋这个刹车没踩够啊 推头非常严重内线空间 被正上关轻易攻破 还有台绿色的更是离谱 直接冲进了缓冲 缺失谁我不说 名次变更之后 正上关有了新的进攻对象 但是焦逸一的速度真的很快 正上关一时半会还追不上他 来到九号弯 前面高峡的速度有问题啊 不过后面鱼洋的问题更大 他和裤裆老印一样压到了赛道上残留了机油 这油是谁漏的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了 虽然车退赛人走油还在 这样的路面条件比赛更难了 却到焦逸的车载镜头回访 来到一号弯 主角并不是他 而是身后的正上关 他是走了一个晚入弯线路 想要保后面的全油门路段 但谁知道出弯后油门没跟上 这下段油非常严重 一瞬间就被焦逸和鱼洋拉开了五十多米 这样的意外换成普通人可能心态都崩了 但正上关他是普通人吗 他不是 来看四号弯 仅在入弯阶段一脚刹车 他就把之前落后的劣势全都追了回来 赛道宽度被他完全用满了 然后穿过小直线来到五号弯前 这里也不是正上关跑得有多好 而是前面几位给面子 高翔推出去了 焦逸也推出去了 余央也推出去了 正上关几乎什么都没干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他这一圈跑得真是大起大落 就在焦逸与余央正上关干得活着的同时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央朔 既然是在四号弯以更高的弯速 瞬间接近前车 除弯缩短距离之后就看前车表演了 这里杨硕特意走了内线来避开地上的机油 可RICO却没有注意 不出意外他也冲出去了 一过五号弯杨硕的心率瞬间下降 看来虽然走了内线 但能不能过好这个弯 他自己心里也没谱 赛前下过雨 Jeky又漏了油 这赛道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太多了 余央刚刚掉头了 然后你现在守住位置比你进攻重要 因为你如果下次发车你肯定能把他抄了 他是加重的 别买了 别买了 在第五圈的末尾 焦翼已经追上了高翔 从高翔这谨慎的防守线 就可以看出焦翼带给他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还好T13出完后焦翼的速度并不算快 在直线上他对高翔采取不了什么行动 可高翔是给足了焦翼 面子不仅走上防守线还提前刹车 可以说是把防守做到极致了 在高翔几乎无耻的防守下 焦翼的路弯节奏也是全乱了 他还挡到了身后的正上观 唐主就趁机捡了个漏 不得不说这个老六抓机会的能力是真的强 朋友们路段交易重整旗鼓 在这上半场的最后一圈 他得想尽办法把名次往前挪 不然他现在名次越靠后 待会安全车失败以后的动态起步变数越大 最关键的是现在他后面是唐主 在唐主前面起步那是相当危险的 来到五号弯交易似乎找到了机会 而是冲出赛道的机会 他应该是在入弯时压到了机 又没能杀住车 唐主又捡一个皮夹上升到了第五 不过这对于交易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 毕竟现在他不用在唐主前面起步了 穿过7号高速弯 唐主一路偷肩耍滑 居然已经摸到了这么靠前的地方 来到9号弯 他的刹车点非常保守 刹车踩得非常轻 我敢肯定这个老六肯定是知道赛道上面有很多机油 他才刻意降低自己的刹车力度来避免失控 心眼是真多 相比之下 余杨和酷当老爷真是太年轻了 这一圈已经接近尾身 在维修区出口安全车已经探出了头 从目前厂商的形势来看 排名应该就这样不会再有变动了 我的 高翔居然开始飘移了 连T13都有机油 厂商的路面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差 大幅度的刷尾导致高翔的出弯速度非常慢 这样的机会又被唐主给抓到了 他在重现之前超过了高翔 下半场的动态起步 他排第四啊 我真是受不了了 凭什么这人运气这么好啊 在他前面的人总是莫名其妙地倒霉 他总是能莫名其妙地抓住机会 老天无眼啊 这个赛道太滑了 是 我知道 我刚掉了四个位置 然后我现在又抢回来了 我还是在第四 扫住这个位置啊 扫住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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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每个弯刹车点都提前了 他都不是提前的事 他这弯里会很滑 完全没有信心 Jacky退了好像是 哇哼 Jacky居然退赛了 号称从不退赛的男人 他居然退赛了 太难得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跑没跑 你能力气 我现在第三 你要慢慢有油 他比较有经验 我那么的力气啊 现在在第六 你现在在第六 一会儿你得记得一个事儿 就是比如说你在进攻的时候 你不要先走内线 你就走正常线 如果你走了一个进攻线 它直接风更死的话 你是过不去的 你一定要有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好的 这次发车挺重要的 你看一下 如果你能把高翔过了 就会好很多 因为高翔会帮你挡人 对 我也觉得是 好 听完了选手们的车队电台 安全车也离场了 听如大知道 马上就迎来下半场的动态发车 下半场比赛 动态起步开始 前三名选手的起步非常稳定 没有一个人拉框 但是排在第二点阳寿 突然选择拉到外线 这就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排第四的堂主再次展现了 他过人的抓机会能力 不只是堂主 交易 高翔 郑上官全都超过了杨硕 你们现在还能看到杨硕在哪儿吗 第三名起步 一个弯就变第七了 前两名也发生了变动 在一号弯出弯后 RICO超过杨成顺来到第一 杨成顺掉了下去 现在和堂主为伍 再往后一点 高翔也掉下去了 名字在不断地变换 穿过四号弯后 堂主的第三也不保 郑上官已经切到了他的内线 付出意外 五号弯是要超过去了 郑上官胃口很大 杨成顺都被他抄了 而堂主不仅被抄在五号弯 他被杨硕给顶掉头了 等他回过头来 已经从全场第三 调到了倒数第一 善恶到头终有报啊 虽然杨硕的这种行为 大概率会被判罚 但我还是想说干的漂亮 进入起步时的回放 小镜头毫无疑问地 给到了堂主 他起步后的加速并不算快 能载一号弯超车 全是因为杨硕离谱的入弯选择 他是看不起堂主还是怎样 居然敢这样留空间 堂主一过 后面走内线的三台车也都过去了 全油门路段里留给杨硕的 只有满满的无力感 再看堂主意气风发 三号弯里他甚至想抄杨成顺 两人发生了点小摩擦 堂主的速度受到些影响 四号弯刹车区 堂主的入弯速度有些快 还顶到了杨成顺的车围 这就跟得太急了 出弯后的速度也不快 小支县里正上关 开始钻堂主的内线 失去最佳线路的堂主 已经没有了任何主动权 然后到了五号弯 他发现车围自己动起来了 这是堂主的行情 你听明白了吗 然后本次事故的另一名男主角杨硕 他的起步也不差 本来都在和杨成顺进行冠亚军的争夺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走到了外线 中间空出来那么多 是个人都会心动了 一台 两台 三台 四台 五台 车都过去了 一把方向让他从第二调到了第七 此时杨硕的内心三分懊悔 七分狂怒 满肚子的不服 需要有地方发泄 他先是在权油门路段里升巴了高翔 然后在四号弯前又接近交易翼 虽然是在外侧 但在拼墙中却丝毫不落下风 一直压制着交易翼走线了他 甚至在出弯后的加速上更快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块上了 到了五号弯 前面堂主因为内线都是车 所以入弯很慢 急着赶路的杨硕也就顺便送了他一程 这样的事故呢 我们也不用在意谁是谁非 交由裁判组去操心就行了 我只知道我看得很过瘾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下半场的比赛 看得人神清气爽 比看F1还过瘾啊 回到赛场上 正上官从13名起步 连超11台车 现在已经到第2了 他这是要洗刷上一场下赛的耻辱啊 而上半场的王者杨成顺 现在正和交易翼打得难减难分 什么叫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啊 两人在S1里打得有来有回 旗鼓相当的对手 冲出第十啊 交易翼的优分给的有些晚啊 车头都回正了 还没有完全踩下去 这一圈他是一点机会都没找到啊 杨成顺也找回了节奏开始甩开交易翼 对杨成顺甩开的问题倒不是很大 交易现在最大的麻烦是身后的杨树 这个人从后面一路杀上来 已经杀红一眼了 交易翼要考虑清楚 他是要命还是要名词 来到一号湾杨树上来了 攻势很凶猛 他已经咬住了交易翼的车围 诶 正上关断油了 但我就说嘛 这车没开习惯断油是很正常的 你后面是杨漫漫 你稍微小心一点 前进正上关车内视角的回访 我们一起看看他这一号湾是怎么断理油 搭直线贴最外侧 然后到了一号湾刹车去入弯也很稳健 但前面的RICO推头了 RICO的抽搐是入弯 他吓了正上关一跳 慌乱中正上关的方向打得有一些急 他一急就触发了车辆的底层ESP 陈优们路段里名次吊打 看的都让人心疼 比赛第八圈 GLE已经上升到了第三名 本来掉进杨朔进攻范围的 他这一圈会跑得非常难受 但是因为正上关断油掉到了杨朔后面 现在杨朔不得不分散精力去防守正上关 GLE他又能狗活好一阵子 五号湾杨神士和GLE都压到了 既优没爆竹安心差点推出去 这一下杨朔爽来 他可以全力进攻GLE了 来到七号湾RICO 领跑的节奏非常稳定 毕竟挫折回到第二的杨晨顺也正在往前赶 而第三名的GLE 他正在经受深河死的考验 九号湾杨晨顺突然快起来了 他画着更完美的线路追上了RICO 这才是地头蛇应该有的样子 十号湾前杨晨顺的进攻意图已经暴露无遗 但是RICO没有办法速度上差太多了 不过他还占据着内线 只要保持这个速度 他还有希望反超回来 连着两个走弯RICO能守得住吗 冲出第十号RICO并没有落后太多 但是杨晨顺还在提速 谁能成功抢下第十三是交易亿 他用一种非常另类的方式强到了镜头 这人就是没考虑清楚要命还是要名字 我车好像还能重新打火 我懂红旗试试看 一会儿就说打不着火了就行 你就挡在赛道上 马上会出红旗的 只要看你再不动就出红旗 我知道 这种让人血脉喷张的镜头回放肯定是少不了的 更何况受害者还是交易亿 杨硕也真是猛事 管你是主持人还是老板干就完了 进入S弯后两车重叠部分非常的多 甚至都快齐平了 但交易亿毕竟是在内线出弯后还是获得了领先 顾武领先不要紧了 这一领先他就容易发飘 你说这个场景他怎么就这么眼熟呢 我总感觉在哪里见过啊 接着切杨硕的视角 他是真的很急啊 7号弯的弯速都在90以上 出弯压着减速带就过来了 非常的暴躁 然后到了9号弯强白方向走宛日弯线路 想走交叉线是吧 但是交易亿的出弯也不慢 杨硕没有插成功 可交易亿却忽略了防守 他把内线空间给留出来了 甚至在进S弯后还有点推头 这不是明摆着让人潮吗 就算赛前给杨硕塞红包了也不敢这么跑吧 最后靠着内线的一点优势先出了弯 但是线路也用不满呢 这不就蹭上了吗 杨硕也是非常轻松的拿下了2-0的战绩 我早说了杨硕一路上来早就杀红了眼 连队友Jeky都间接遭殃了 在他前面跑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交易亿也是记吃不记打 他估计忘了上一场天马是哪台车把他送出去的 不过郑上官好像不信邪 他要和杨硕碰一下子 1号弯强插内线非常强硬的进攻 郑上官真是把生死置之脑后 这一场的杨硕抄他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抄过去第二步活下去 我们就期待一下郑上官这个第二步他做的怎么样吧 来到4号弯 现在杨成顺跑得很有耐心 他的单圈速度是稳稳的比Riko更快的 Riko已经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他只能一直走防守线 他可以守线杨成顺无数个弯 但只要有一个弯没守好 那杨成顺就会轻松过去 爬上6号弯杨成顺还是不急 他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在观察Riko的走线 冲进7号弯 这一队看着是那么的和平 而后面这一队就不一样了 杨硕的杀气已经溢出了屏幕 郑上官还走上了防守线 真是铁了心叫气死杨硕 上一场下赛战 他们两人的battle 因为郑上官的上枪而曹操收场 现在到了收官战 他们怎么样都该有个结果了 10号弯前杨硕开始动手 他卡着郑上官的腰 两台车贴到了一起 都快蹭出火花了 在车身碰撞身中 杨硕强先进入T12 这次超车他居然没有杀身 真是难得啊 在完成超车之后 杨硕并没有急着走赛车线去追前车 而是先走防守线来稳固自己的位置 他也是很给郑上官面子 再来看第一第二 Riko直线上那么快吗 而且在直线速度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 他还是选择了走防守线 这好像不是防守线啊 到了最后他又切出来了 我好像看明白了 他就是吃饱了撑的 不愧是第七带火影 形式风格果然不一般 比赛第十圈 冲出二号弯后进入全油门路段 杨硕这个前保险杠造型很别致嘛 前唇的离地间隙已经是零了 像他这样在赛道上面玩低趴的 的确很少见 过了三号弯以后 郑上官超上来了 杨硕这玩自态的车速度 果然不行啊 后面这高响也是 敞开这后保险杠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人家 进入镇上官的视角 在一号弯前 杨硕房的已经尽心尽力了 奈何车是玩姿态的 车技上他没输 输在车辆性能上 明明方向回震的更早 线路也走的更宽 奈何速度就是上不去啊 当镇上官在内侧和他发生车身重叠的时候 他被超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到了四号弯刹车去 完全重叠 这都没留给他什么操作空间嘛 而且近距离看 杨硕这个前杠破的有点吓人啊 这摇摇欲坠的大灯 感觉随时都会爆装备的样子啊 啊 这种超车还要回放两次的吗 我要是杨硕 我肯定砍死地车这番后期的 下赛从最后超到领奖台回放都没几个 这不小心直线被超了一次 居然还回放两遍 你们是觉得直线超车很有技术含量嘛 需要多回放几次 让观众们知道油门应该怎么踩 但捡都捡了 我们也只能看了 杨硕你可别怪我啊 要怪就怪导演和剪辑 是他们要反复侮辱你的 四号弯正上官超过杨硕之后 这俩人前前后后多少次了 他们玩不腻吗 来到五号弯正上官这个点位卡得非常巧妙 杨硕的车头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转过来 出弯后差距一下子就被拉开了 这样的差距再加上杨硕的精致的权杠 我想他短时间内是追不回来了 翻过七号弯后方一颗星星正在冉冉升起 鱼杨开始提速了 他是要追破开后保险高的高翔吗 很好有志且高翔已经被逼得跑起了防守线 九号弯过后 鱼杨又把差距缩小已经快有车身上的重叠了 脑翔开始向内压迫 两车发生了碰撞 鱼杨的左前轮弹了起来 他连方向都打不动了 不用说 转向拉杆肯定断了 这种事情我有经验啊 直接在缓冲区里躺平等待救援就行了 但是鱼杨他又回到了赛道 还想挣扎吗 他应该是想自己把车开回维修区吧 真难忍 从来不上拖车 都是自己完成救援 也幸亏鱼杨是在十号弯发生的碰撞 杨哥你开错路了 维修区在右边呢 不会吧 这种车还想完赛吗 杨哥真难忍啊 但是这车现在只能拐左弯 没法拐右弯呢 杨哥真的没问题吗 好吧 我说回刚才的话 杨哥这车现在是拐什么弯都废了 一号弯打了两圈方向才把车掰过来 他也是只求一个完赛了 我们来仔细品鉴一下 目前杨哥的车辆状况 前保险杠脱落 左前门爆胎 后保险杠嘛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怎么还没出空气啊 你没在赛道上挡着吗 因为我这边看不到你的车 我这就在出弯这地儿啊 这挺危险的呀 完了 策略失败 你应该横在路上 你应该倒在一个弯心上 但也无所谓了 反正因为你如果再倒出来 也是在后面 我回批吧 合着你车能动啊 你能动你不自己下来 想留在赛道上面碰瓷是吧 所以不来了 确实开不了了 转向没了 发上了什么呢 让杨漫漫给撞了 杨漫漫 对 我也不知道后面怎么了 但是我觉得我挡的那点没问题 我走我出去 就刚刚其实你进弯的时候 你这个角度是非常好的 你是有战内线吗 对啊 我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他会挺拼的呢 他最多给你门牌 他在我外面 然后这么着 跟上回林德伟那个差不多 就内线 因为我就是这么转出去的嘛 是是是 焦总比怎么这么快也在下面呢 他多少撞到我 你又被拨车手撞了 又被拨车手撞了 你被拨车手撞了 不是 我是这样子 鱼羊被人顶横了 然后他就一个门一样 我根本没法 然后就黑了 直直的就上去 我本来跑得可好了 我都上去了 我都第三了 从第九超到第三 因为你在后面谁 我都不给你风险提示 我看到杨漫漫在以后 提示一下 提示一下 这还需要提示嘛 被同一台车干掉两次 这说明交易 他不是圣斗士 回到赛场 一二门的RICO和杨成胜 已经穿过五号弯 咱们这个局势维持很久了呀 杨成胜是吸尾气 吸上瘾了嘛 比赛只剩一圈了 他好像不是不急 是超不过去啊 我现在赶买RICO 也还来得及吗 看多了前排斗争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后段选手们的比赛 这里好像要开始玩战术了 好 好 好 就这么简单吗 你们说了什么 是暗号吗 我怎么什么都没听懂啊 连队内语音都这么简洁 太专业了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们的战术执行 九号弯强插内线 就这啊 这还需要语音交流的吗 一会儿那一号弯过我 好 好 好 唐美丽车队的Team Radio 像极了中年夫妻的婚后生活 女方能吉利呱拉说一大堆 南方永远都只会说 好好好 美丽彪那边 有我卡着呢 唐主好好好 然后美丽彪说 等会儿一号弯你抄我 唐主又是好好好 不过他们执行力还是很强的 刚过T13 唐主就狠狠地把美丽彪给抄了 你把他给他抄了 好 没问题 我来给你卡他 你说 过去 唐主居然有新台词了 看来他们的夫妻关系是更上一层楼了 而这场夫妻扮演的游戏当中 飘哥无疑是扮演孩子这一角色 夫妻吵架 孩子受伤嘛 比赛最后一圈了 唐主还有想输的吗 他们这对白真的好吹累啊 但是看到唐主这车我还是笑出了声 另一边车辆外观和唐主差不多的 鱼羊是已经退赛了 转不了弯还是太勉强了 还能坚持跑吗 还能慢慢开吗 只差一圈啊 有时候缘分不到位 积分就是这样遥不可及 送走欲秧后 我们来看这最后一圈的较量 你要免得杨成顺跟车太久 车辆动力衰退的太严重了 比赛还有半圈 他现在这个落后情况 除非RICO突然神志不请自己上墙 不然怎么看都是追不上的 就算他的发动机舱里 再长出来两个缸也不行 已经到了9号 玩RICO这是要完成赛季手冠了 下赛的势力没有击溃他 反而成为了他重新成长的土壤 再看后面 这第三名还没有个结果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杨硕又追上了郑上官 他们又开始攻防了 这对冤家真是绝了 要不是比赛只有十二圈 我估计他们能一辈子斗下去 撑出T13 杨硕已经没有主动进攻的机会了 只能看郑上官会不会失误了 能就他的水平熬眼这很难啊 撑出T13杨硕顶着郑上官 但速度上还是不够 郑上官手下来了 从第十三发车第三带回 他拿下了一个极具含金量的领奖台 在没有判法的情况下 RICO的车手总积分达到了83分 上到了第四位 高翔现在的车手总积分是104了 顺顺的积分为135分 直差距进一步缩小 只差5分了 第三名瑞叔还是相对稳的 坐在了第三的位置上 魔熊虽然有了9分的积分 但是也和第四名的RICO还差了4分 暂列第五 我被换了 它在我腿脚 我怎么看后方 这个车手 我去这边自己穿它 不丟了 就被你捶了 对 这个跑的时候没影响 肯定有影响的 影响但感觉不大 他是这样 直向跑感觉不到的 我知道我之前也被撞这样的直线 我主要是左后轮这边 第一轮就撞过以后我就没刹车了 直线刹车就会甩起来了 狗住了第七可以的 从第15对到第7 下午干位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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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拿到 好 你怎么直接从第三到最后的那一圈 因为我被吊头了 吊头了 吊头了 然后我需要吊头 然后感谢你被摇 是 如果不是你被摇 你过不了我了 是 所以我没有配合 后来我发现 没办法 你队友一直在压我 吊头 吊头 我就说我队友很强 我们在踢不踢就已经说好了 你在干嘛 他们两个人一压 我被人吊头了 有问题吗 能谈出是哪的问题吗 直接慢 没气是吧 可能是他说了气的问题 上一次在那里不是县门找这个 是吗 对 气气的人 没办法 对 你第几代回 第四 第四 被唐主的雷碎了 我躲了一把 怎么样 车OK吗 不知道 我本来第一轮都要第一了 我看到你第一了 怎么后面发他车下来了 然后唐主直接一个大鱼雷 就从后面上来 对 他根本就完了我就给他让了 心态爆炸 心态爆炸 脸上笑嘻嘻 心里 嗯 我看你出去了 对 那个 可能是这个太滑了 我也没经验 所以就直接就转了 吓一跳 但是 我把大脚抄了 大脚你什么情况 我让你了 我让你了 我的车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 踢完的时候撞了吗 撞了我踩到碎了 这一片还怎么样 那个轴应该有点那个问题了 两位临时组队的怎么 发车就没有欲望了 我上了就转了 我转了 不行了 我的车刹车爆死 然后打左手就直接飘出去了 推不掉 然后我直接 老爷你过吧 你有兴致你 我不挡你了 我这其实就是 就是太凉了 你 我告诉你 兄弟 要是不躲 你又得 咱俩又得退了 兄弟 你那个位置 你为什么要把中线让给我 你让给我肯定进入 你杀不住 我杀得住 你放屁 我百分之百杀得住 哥们 我杀不住你就对了 你知道吗 你自己看看吧 你怎么把我吊上去了 你啊 下一个是左手腕 我右边骑那个水泥力 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个缝 我没留吗 你是当当当当的 你是自己给自己当当当当 就当没了 你自己想想 是吧 下一个右手腕你几是正常的 我手腕 你几帮右手腕 你几帮右手腕 走不走吗 我走到我自己线 因为我感觉拐过去之后 你就在我后面 你是在我侧后那 你那一罐不是有这么宽的水泥吗 压着一个边头 你是在草上压着边头 没压了草 右边压的是那水泥了已经 就是四楼已经出了 有两个数白线了 你现在就给我这点位置 你家的东东进 顾不上了 顾不上了 那肯定顾不上看 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不能拼 简直上拼了车就烂了 烂了之后把它一定修 修不到那么好 但我今天也挺遗憾的 本来因为我第二场还是第五发车 继续可以享受这个比赛 看下午能不能修好了 能不能修好的 反正也都这样了 没有任何的顾忌 只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前提 干就完了 现在心态感觉怎么样了 失望 因为超到第三了 不像上一次 上一次我是一直在稳着自己的位置上 这回从第九超到第三 结果退赛就特别 特别可惜 今天这个格局有点大 是不是还想节目消火 把老板大气打在公平上 不是故意的 老乡见老乡 背后开一枪 庆功宴女傅 没有问题 今天杀疯了 娜娜附体是吧 不是 是队友不行 哈哈哈哈 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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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